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过去在臭水沟都能养活的无锅鱼 在经过品种改良之后 变身成为台湾雕 身价是翻涨了两倍之多 背后的推手就是来自云林的雕鱼王子 他靠着创新用台湾雕的云林 萃取出美容圣品胶原蛋白 还行销到日本以及欧美各国 年一额就高达新台币两亿元 今天360行向前冲 外景主持人魏华轩 就要带您前往云林 发掘这项新商机 来到了养殖鱼业特别发达的云林线口湖下 处处都是一池一池的余温 华轩这看起来跟一般余温 没什么两样的池子里 真的可以赚大钱 又可以让人变碎碎吗 今天来到了云林线口湖乡 你刚刚要来体验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很特别 可以赚钱又可以变漂亮喔 到底是什么行业呢 答案就在这鱼温里头啦 哈啰 王老板 嗨 我不是老板 我是鱛鱼王子 OK 王子 鱛鱼王子 所以你是说这里面养的是鱛鱼 对 这里面养的就是鱛鱼 那所谓的鱛鱼就是以前的那种 小的规格的无锅鱼 那现在我们把它改良成 大规格的无锅鱼 那我们把它命名为台湾鱛 原来答案就在台湾鱛身上 但过去这种鱼并不值钱 被叫做无锅鱼 意味大概五六十元 加上有土味随便养都能活 而眼前这位看起来憨厚 又带点香土味的鱛鱼王子 就是靠着台湾鱛赚大钱的哦 七十年次的他 二十八岁那年 还靠着这条鱼 成为全台湾最年轻的 神农奖得主呢 我们来看一下鱛鱼王子 养的台湾鱛 无锅鱼不是都会刺刺的吗 有够大 有够大 那你要拿好 拿好 你这样拿好的话 它就不会刺你的 好 就一只手放这里 一只手放这里 好鼓励哦 好鼓励 你叫它乖它就会很乖了 好乖 摸一摸它就很乖了 你看它的体型就超级大 它背鳍 它尾鳍 它的腹鳍 这台湾鱛不只体型大 看起来也头好壮壮 究竟鱛鱼王子怎么靠鱼 开创出一年两亿的商机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咯 来 我要先 所以就是你的工厂 对啊 里面就是我们的加工厂了 那你想要了解这一条的秘密 所以可是你要先戴帽子穿衣服穿雨鞋 我才有办法带你进去 所以这个交给你 对 然后我带你去更衣室去换 把它全部武装的着装好之后 那我就可以带你进去看 现在鱛鱼王子养鱛鱼都养到 企业化经营了 在进工厂之前一定要先戴好 这个避免所有细菌进去 对 避免我们的头把钓在鱼里面 观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 养鱼居然也能够企业化经营 华萱 你赶快换好工作服 快带大家进去里头一探究竟 嘿嘿 我才是真正的鱛鱼王子 现在要找答案了 就是鱛鱼王子的赚钱PayPal 对啊 华萱你看 这我们已经进来一道工厂这里了 那这些鱼就是从鱼屎里面去捞进来 那捞进来这些今天要处理的这些鱼 我们必须要先让它续养18个小时 拉 然后要让它吹冷气 合胃冷气就是用水去控制 用这些循环水 要让它在固定的一个水温 然后打氧气给它 那这样的话 这个鱼在这里面续养的话 它会悠游自在 到隔天的时候要取片的话 它的肉质才不会那么的僵硬 这个第一关就有很多的玄机在这里 所以一般很多人想说 像我们台湾雕 尤其是早期叫五郭鱼都会有臭味 对 所以我们这个续养的过程 就是要让它去扎 没有错 然后去排泄物 对 每天从云嘉南地区的养殖场 送来的200吨台湾雕 得暂时在池中续养 让鱼释放排泄物之后 才能放进冰水冰婴 就可以进行后续的处理了 这个冰水桶 我们会一直打这个冰水 这个冰水是差不多 在五度的冰水 你可以摸看看 华鲜 你可以摸看看 真的 这个水好冰喔 我们最主要用冰水 也是要让它不要 你看你是假王子 所以它一直跳 我不敢说我是钓鱼王子了 它已经在抗议了 冰水的时候它才不会 它的活动力才会变得比较慢 它需要冰温超过15分钟 你看第二桶的时候 它已经时间够了 所以它就不会跳了 不要欺负你啦 哎呦 都湿了 没想到 还没真正找到赚大钱的秘密 华鲜就被鱼搞得全身湿透透 真的是好狼狈喔 王子 我们来到这个空间 是在做什么的 这里面就是把鱼片取鱼片起来 就是把一条鱼里面 有两个鱼片把它取起来之后 然后再经过 把肉跟皮把它剥掉 用机器把肉跟皮剥掉 那剥掉完之后呢 我们才帮鱼SPA 我这样听起来 我就觉得口水快流出来了 所以是那种鱼片嘛 煮火锅的 煎鱼的 对对对对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吃 这个台湾鱼呢 这个不只台湾人喜欢吃 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吃 全世界 对 因为这条鱼可以流通 好几十个国家 有外销喔 有 有到美国到日本到韩国 到欧洲到美洲都有 哇 这么厉害 是是是 那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 然后我来带你去帮鱼做SPA 按摩 是 刁鱼王子考虑到像是取肉 还有鱼皮跟鱼肉分离 这些步骤 对没有经验的华轩来讲 似乎有点难度又危险了些 没弄好就不能出货了 于是派个轻松点的任务给华轩 所以华轩你得好好干 别露气喔 这么大片的鱼肉 我们要怎么帮它做SPA 对对对 华轩你看 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走走 对不对 你看这个皮跟肉刚剥开的时候 就有一层白色的夹层皮末 那这个夹层皮末 我们要用这种特殊的砖板 去把这个皮末 第一个是要去除这个皮末 第二个就是要让它的肉有弹性 所以要跟它做SPA 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就一天宇就在这里 一直抹一直抹 你手动身体动 屁股也要动 然后这个白色皮末就可以起来了 所以我就是要全身动 然后皮末这个皮 再多磨两分下 能做成生鱼片或其他料理 光是一片就能卖个六十元 一条鱼就能卖个一百二十元了 不过单单靠着鱼片 就能年赚两亿元吗 怎么可能 我说王子啊 你就不要卖棺子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刮鱼鳞 刮鱼鳞 对…走 好 先来 这个就是刮鱼鳞的工具 那你就顺着这个鱼皮 逆方向把它刮 然后它鱼鳞就会刮起来了 好 好 OK 刮鱼鳞留下鱼皮 看起来没什么难度 只是刮鱼鳞的时候 这鱼鳞会乱喷 最讨厌的是还会黏在身上 可不得赶快把它通通丢掉 喂 王子 你这个要丢掉啊 对啊 这个不能丢掉啊 不是要留鱼皮 然后把它就丢吗 不是… 这个是饱 这个才是真正的好饱啊 所以鱼鳞 为什么鱼鳞要留下来 因为它里面啊 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原来变漂亮的秘诀是鱼鳞 没有错 你看这个鱼鳞 它是很有黏性的 我们也是无意中去发现说 去鱼鳞的时候 如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面的话 它会黏住 那我们就想说 这里面肯定有很丰富的 好的成分 那拿去化验之后呢 才知道它里面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这个鱼鳞片 去抽这个胶原蛋白 什么 原本以为没有用出的鱼鳞 居然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好佩服鱼鳞王子 可以把废物再利用哦 还创造出好几千倍的价值呢 王子说从前有人 鱼鳞卖给饲料厂 制作成鱼饲料 每公斤的市价就大约15元 但经过了鱼鳞萃取 变成了胶原蛋白之后 同样是一公斤的重量 却能卖到40万元 算一算 身价一般超过了2万倍呢 只不过取下来的鱼鳞 不能马上就进行萃取 被经过7个小时的反复日晒 降低里面的含水量 这鱼鳞是我们收集晒完了 对不对 对…我们晒完之后 然后我们要萃取之前 还要再洗一次 这样还不合格 这个还不合格 你看起来好像已经很干净 可是确实它还没有够干净 所以我们在刮完的鱼鳞晒干之后 还会有一些脏东西 所以到这个程度晒干之后 我们还要去洗 是 我们还要倒进桶子里面 加水下去清洗 用机器去清洗 接下来要去哪里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 是 诶 怎么打不开 肯定打不开 为什么 这要一道密码锁 我们要按一按才有办法进去看 可以让很多女生为之疯狂 可以变漂亮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首度公开 可以稍微拍一点点 只可以一点点 一点点 对… 好 那要怎么 好 我来按一个密码 你不可以看喔 好 OK 四位数字 好 吃吗 开门 我知道了 会变漂亮的秘密 就是吸这个蒸汽吗 不是只有吸这个蒸汽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可以让你变漂亮的地方 那真正的就是说 我们要用鱼鳞下去加水 下去水碱之后 它才会真正的变成胶原蛋白 可是也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从鱼鳞变成真正纯正 而且品质好的胶原蛋白 需要十天的时间 我们今天能够公开的 就只有一道 就是水碱 接下来就十天呢 是生物科技的试取过程 是 没有错 没有错 是不能公开的 碍于商业机密 鱛鱼王子坚持 我们只能拍到这里 虽然水解的动作 让现场充满了鱼腥味 但经过后续的处理 原本硬硬的鱼鳞 真的变成了胶原蛋白 鱛鱼王子靠着创新 从腥味浓的鱼液 横跨到了养颜的美容液 不思议的奇迹 还行销到日本和欧美各国 不仅提升了台湾雕的附加价值 更成功带领台湾雕产业 走向国际 今天跟着体验一整天 有够辛苦的 而且全身到鱼腥味有没有 但是我发现不简单 从这个鱼鱼人家不要的东西 萃取出来了 竟然变成金黄色的胶原蛋白 不但可以做这个保養品 还可以喝 让鱼身变得很漂亮 而且这个鱼鱼王子也非常厉害 28岁7年级生就得到神龙角 他从小跟着爸爸还有阿公 从事养殖鱼业 但是他把鱼鱼变黄金 而且把这个传统的养殖业 有了新的契机喔 我不要和老板 在我家中饿了 感谢观看